这是一位一个多月以前 透过网路向我寻求协助的同学 他住在英国 以前完全没有风控跟停顺的观念 也没有部位大小计算的经历 我给了他一些简单的建议跟工具 帮助他去改善他的交易 经由沙普博士的交易员评量表 他是一位Administrative Trader 经过训练就有机会成为成功的交易员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 我是如何透过MyFXBook 来去给他一些交易上的建议跟改善方式 欢迎你来到我的FXChats绝对报酬交易厨房 在这里我会教你所有有关交易上的东西 我常常在说交易其实就跟做料理一样 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跟SOP 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交易超过15年的时间 或许有些交易上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的艰涉 但是在这个频道里 我会尽可能的利用简单的文字 来让你理解如何去进行你的交易 在过去会用个公开发测评论区 以后会写什么事的来说 你会写什么事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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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针对你这一份FXCM 在MyFXBook上面发布的报表 来去进行相关的分析 第一个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你是从7月12日开始进行交易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大概8月6号左右的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呢 你总共交易了38币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交易账户里面 我们就是有38个样本 来去分析说 你这个账户的交易的状况 来去看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有没有比较严重的交易上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 赚赔不重要 因为你现在还是在学习的阶段 重点是你每一次在执行交易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遵守一定的原则 也就是你自己本身交易系统的原则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遵守你的原则 来去做出来的交易 那这个结果就可以被参考 如果你今天你在做交易的时候 其实你大部分的订单 如果都没有遵守你的原则 那其实这个交易报表 去分析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不是所谓的一致性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其实很强调的就是 所谓的交易的一致性 那交易的一致性就是 你是不是贯彻固定的SOP 或固定的方法 来去进行你的交易 因为如果不是一致性的交易的话 你没有办法从中间去检讨 你的交易进出场 你的交易风控交易管理 到底正不正确 我们先点所谓的SUMMARY 然后你有2笔的原油 还有27笔的黄金 当初我在一开始跟你讲的时候 是建议你先做黄金就好 因为我们的交易通常都是先从自己 要习惯或熟悉的商品开始 那我们看你看喔 你在黄金上面 你的Long的部分 你的Pips是亏3,400多Pips 然后Profit是亏900左右 Short的部分 你的Pips获利是696 然后Profit是438 注意看 从这边就可以看出一个东西 在点数方面的话 其实虽然你亏损的总点数 是比较高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点数跟金额之间的比例 它是很悬殊的 所以即使我们在市场上真正的行情 也就是点数的波动 输了非常多点 但是反映到我们的金额 其实这个亏损 还不是到很大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 做空获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做空获利的部分 其实点数很小 那获利的金额 其实就已经蛮大的 这个空单点数跟金额的比例 跟多单点数金额的比例 它是很悬殊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因为你运用我交给你的 部位计算 口数计算的方式公式出现的现象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要在市场上获利 其实点数不一定要很大 也就是说透过 部位口数的计算 它有一个优势存在 这个优势就是 我赔很多点数 在行情上真的损失很多点数 其实当它反映到我的账户的时候 我的金额并不会损失很多 同样的 当我在获利的时候 即使我赚的点数是很少的 但是因为透过部位口数的计算 反映到我的账户 其实我的获利是很高的 这样一来一往 我们最终的结果 虽然是亏损462 可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部位跟口数的计算 来去消除我们在价格波动上的一个风险 因为波动大 不代表我们的风险会变大 相反的波动小 也不代表我们的利润会变小 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先教你 部位口数计算公式的原因 那当然因为就像我说的 你现在可以先不要改变你的交易风格 持续的去做交易 因为现在的比数38比 坦白讲我是觉得有点少 我觉得如果可以到100比的话 这一个部分的参考性会更高 因为你交易比数少 你就比较难看出它的分布状况 那比较难看出它的分布状况 我们都知道统计学就是 当你的样本数越多 你再进行预测跟分析的时候 就会越准确 但是要满足这个样本数 它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是样本本身的有效性 就是说样本本身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现在就改变你的交易风格 那可能你的样本本身就已经有改变了 那这个时候样本数量再高 其实它也分析不太出来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为什么你先不用改变你的交易风格跟时间 然后你去进行你原有的交易计划 因为时间一久 样本数达到一定的数量 然后你的样本又是有效样本 你才有办法透过这个样本去分析出来说 我哪些时间点不要交易 或者是哪几天不要去交易 对你来讲会比较好 你就可以尽量把你的火力集中在某些时段 一方面你主观交易你也不用那么累 不用每天交易 再来你也不需要去浪费无谓的时间去盯着盘事 你反而可以把你原本的工作做好 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你的心态目前还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因为你获利的订单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放很久 那当然这个跟你的交易风格会有关系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交易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办法去用我上次所讲的三种出场方式 固定的停利点 止盈的设置 时间出场法 还有追踪止损 移动止损 那就想办法让你在利润的这个部分 获利的百分比往上提升 然后持仓的时间再往右移一点点 大概移到差不多在这个附近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去坚持说我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内 因为这个都只是我们看这一份 MyFacebook所给你的建议跟分析 可是实际上你现在的交易只有38笔 这38笔的情况不等于未来所有的情况 所以搞不好你在交易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以慢慢去发现说 其实你在获利了结的部分可以表现得越来越好 你的停损现在执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都是很短时间内 然后一定的百分比内就停损 所以你在停损拿捏是ok的没问题 那现在就是如何去改善我们在获利了结的部分 让我们的获利可以获利的更高 或者是赚钱的单 好我们可以报相对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来去赚取市场上的远迫段 再来我们看到MA1NFE MA1NFE这边呢 也可以看出你的止损在设定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在这个每一个红点 当你移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你的MA1的点数 跟Trade Outcome 也就是实际上出场的点数 其实是一样的 只要是一样都代表说你的订单都是达到停损 你就让他出场了 当然你中间有没有去修改止损 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确定的 因为报表上看不出来 这只有你自己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去修改止损的话 其实你的停损都是严格去执行的 这一点非常的好 代表你可以去遵守你现在在交易的SOP 那所以这个部分在止损都没什么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在获利的部分 我们要看一下办法怎么样去做改善 在绿色订单的部分 你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 绿色就是获利出厂的订单 那获利出厂的订单的MA1都没有很高 最差的是这一个 这一笔单他获利出厂只赚282的pips 那他的MA1却是-829 代表你这张单进场之后 其实是先赔 而且赔蛮多的 赔到829pips 然后后来行情真的反转 可能没有触碰到这张单的停损点 然后反转之后呢 最终让你获利出厂 那这一个单子在这么多获利单里面 他只有出现一次 那这个是好的现象 就代表说你的进场点其实蛮准的 因为如果你的进场点不准确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获利单的MA1都会很大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这一份报表的分析 我不会跟你去讨论你的进场用什么词标 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逻辑去进场 因为去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我们从MA1跟MF1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我这个进场好不OK 对于一个能够长期稳定获益的账户来讲 进场点的拿捏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在于我的风控有没有做好 我的停损有没有做好 再来就是我有没有良好的出场机制 所以你现在的交易风格重点跟重心 就不要再摆在进场 你的进场到目前为止 已经足以应付这个商品的走势 那接下来你要去强化的就是 我一样能够严格的去计算我的交易口述 严格的去执行我的停损 然后去强化我的出场 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出 那这个出场的强化会包含 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交易心理的建设 你有没有办法克服你的情绪 来去让你可以在出场这个部分 可以表现得更好 通常来说对于一个我培训过的学生 他如果要做到严格执行停损 这个时间的长度 我们不管多久 我们把这个时间单位如果当成1的话 那他要到他能够去强化他的一个出场的机制 跟出场的拿捏 还有包含客服交易心理 大概他会需要前面这个一单位时间的 3到5倍的时间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透过一个月的时间 来去强化你在严格执行停损 跟严格风控这个部分 可以做到一致性的话 假设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大概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 来去强化跟控制你在破例出场 跟交易情绪心理上的一个反应 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所以你自己心理先有个底 这个部分的比例时间会这样子 那有一些心理建设调试的比较好的 他可能会缩短这个时间 可能就不用到3个月 但是有一些更久的最长的 我有看过有到大概10倍时间 也就是将近花差不多 如果按照刚刚我讲的那个时间长度的话 大概就差不多10个月到1年 都有可能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所以你问我说 你会需要多少时间来去强化这个部分 其实坦白讲我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而且这也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他只是一个参考值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根据我所训练的学生 大概他的比例是这样子 然后他的一个过程 我耗费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列为参考 那这是我针对这一份 交易报表分析 给你的一些建议 所以最后我给你的评论就是 你在封控的拿捏口述的几个 希望透过刚刚我稍微简单的去公开 我是如何在平常跟学生的教育过程 我针对同学交易上的建议 是如何透过 就真的像我讲的 交易报表分析 其实是已经很乏味的工作 那我相信也很少人会针对这个报表 去做detail的了解 可是其实魔鬼真的藏在细节里 这个报表不管是赚钱还是赔钱 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报表去看 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你才可以发现真正的交易关键 然后把重点摆在对的地方 然后不要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希望今天的交易小贴士可以对你带来不错的帮助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FXCHES交易厨房相关影片 我会带给你更多更详细更实用的影片内容 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有用讯息 请参考以下的网址 希望我的每一部影片 都可以有效的帮你提升你的交易技巧 当你把滑鼠移过去 它会很轻易的显示出你盘中最大浮动获利 跟实际出厂获利的差距 透过画面上的Create Signal 你就可以开始去建立你的交易报表的 所以你可以在画面上更清楚的去比对跟观看到 你的账户余额跟禁止曲线之间的细腻变化 你不能够安全拿回来 近年有几个观看我频道的朋友 有加入我Facebook社团的朋友 都会传讯息来问说 诶 请问周老师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策略 而且你又会写程式的人 你 zusammen 知道 你 等 知道 知道